对于小乐器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 他们经常会 甚至在蓝色方主动扮女警 主动扮金格斯 扮两到三个一机嘛 对 甚至包括打A那场 面对iBoy的时候 是前三手三扮A一滴 其实他们甚至是 更多愿意把自己的辐射 把自己的优势能够辐射给到下路的 上来以后 把新的蓝一扮 这个阿克上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有点想玩 兄弟 先帮我扮一个新的蓝 报纸先扮掉 报纸先扮了 别的不说 那最后一首 感觉这个金格斯要不要摁掉呢 杰斯 那对于EDG来说 现在垂石 阿克上怎么选 现在金格斯 二回牛斯 其实扮垂石是最舒服的 就两个一起扮 能稍微限制一下 对 但这样的话 阿克上就出来了 阿克上出来了 不行不行 这还是得办 还是得办 真打不了 真打不了 这两个英雄得搬掉 那埃及 秒选出垂石 看一下对于EDG来说 下路怎么应对 从小组赛的风向来看 更多的愿意用近来应对 这两个组合 甚至狭落 狭落 但也有提端一点的 抛德莱文 直接开锤 埃金拿下这个英雄之后 能选择很多吗 像金格斯 德莱文 都是在选择 对 阿克上三个选一个 小强 表情严肃 阿克上拆了 打什么呢 打落吗 可以打 其实打也可以打 但上马 其实拿到 露露加阿克上 已经比较强势的 对线组合的时候 还是吃亏了 小吃亏一点 看一下 给到了打野位的选择 拿手掌戏 掌戏 这个英雄就是 不太会犯错 就很难犯错 这个英雄 你只会在决策上犯错 但是你不会在操作上 这英雄是真的好用 对 而且很百搭 对 拿下去 先把自己的 除暴女外的小活都晾一晾 最近难道 因为这是 十二 二十四版本的A 对 所以说是难道 最后的绝唱 没想过都不定 我听说 我听说B版本也强 就是削了那个打野 对 伤害之后 但是也强 因为路人局 其实 好杀 影响不太大 好杀 还是 还是稍微削了一下 打野的效率 就数字的效率 你这样都选哈萨击了 你为什么把阿克上拌了 应该不会吧 我也觉得不会选 否则阿克上是不会办的 还是选一下 还是换一下 选个辅助 骆这英雄在S 此一打完之后 还是辅助的首选 是的 主要是 找机会的能力很强 只要大家都下路这条线 只要你前期小吃点 可以其实无所谓 能力补回来 对 只要中期一波开好 都能打回来 再加上这个版本 更看一下后续的办法 骆这英雄能创造奇迹 是 第二轮的半人 EDG这边 先把卡牌给按掉 先对于埃希来说 持续输出已经有了 是更多的防一下对面反制的手段 像维古斯这种比较好 针对 金克斯的英雄 而且这英雄也比较好 针对南刀 很讨厌 你进不去 你Q的时候会对他断 卡密尔在绊掉 直接是把 双卡双带都给按掉了 然后对于毛利来说 大家都比较陌生 不知道他英雄尺是如何的 可能从常规中单点 也去选择扳掉吧 嗯 其实最标准的 这部手瑞茨也可以扳掉 好 腰臂 对这腰臂常规一点的 看一下 小强应该 尝试要 counter peak 兄弟 我上把跟他打了一下 我觉得我能压一下他 怎么说 给我个 counter peak 其实压左是很好 针对南刀的 只要他反应够快 是可以把南刀 所有的刀都没收 都可以收掉 但最终还是换成了左一 这很自信 这很自信 这边也是跟着亮一手 跟着亮一手 补AP中单 其实最稳妥的 应该是维克托 最稳妥确实是维克托 但是月刊 在小组赛 也有不错的阿卡丽发挥 先锁一手鳄鱼 阿卡丽这个点 这是要弄后排了 这是要弄 阿卡丽带南刀 这是要弄后排了 这感觉没有 特别好发挥吧 对面还有一个落的存在 这两个刺客 其实都挺怕赵信的 你进来 他一个大招给你甩出来 因为赵信家落小帕 而且我们刚才在 秀务室聊天就说 一个队伍如果出现 两个刺客 这个阵容算烂掉一半了 所以这手还换成了 马尔战马 要玩得好 操作上限是高的 工具人 越开始吧 工具人一点 给勋打下手 发挥中间给他 打下手 那儿大大 看一下小强 这一个赛季练出的那儿 有没有练出来 有没有好的效果 还把两边阵容锁定 其实对于EDC来说 其实我觉得他们是 蛮信任毛驴的 这个重担的 对 很信任 EDC还是拿的 比较稳张稳打一点 四平八稳的一套阵容 IG这个 有点剑走偏锋 主要是 现代版本的男刀 就是飞神戏鬼 要么他杀完了以后 乱收割 然后开始一直 入侵你也去 偷你也怪你 领先你两三级 对 要么就是 啥用没有 没有 直接就刷的没了 这个英雄 就是烈士以后 就是啥用没有 但这把还是 IG这个阵容 得看一下 男刀的发挥 真的得看他自己的节奏了 但第一场 勋在暴女端上的表现 是非常亮眼 给到两边上单 打野 其实我还蛮期待一下 无教室 还记得这个词 操作上限比较高 而且有人当绿叶 有人当绿叶 这个很难得 就越开这首 马扎哈 这首玩打野的兄弟 肯定都懂 很开心 这个 不管是这个 中野的联动 还是去中路提款 都很好用 中路玩的 家里奥奥坤 这种卡牌 对 因为这两个中野 就只要是大柱了 难道是有很多 干个机会来弄 对 想压马扎哈 没那么容易吧 所以打马扎哈 还不好打 对 它那个虫子 还能挡你飞星 它主要自己身上 有个被动 对 你那个盾也很难 其实它破盾还可以 它可以R过来 点一下就破了 点一下 对 主要是那个虫子 能挡飞星 主要你R过来 你就不好 都还打到极致了 对 而且左翼是 到中期开始 就推不动马扎哈的线了 可能EDD前面 也是看一下造型吧 因为其实 纳尔去打尔鱼 优势 对 然后左翼前期也是小优 特别是等级越高 纳尔越优势 然后左翼也是 小优 其实两条单人线来说 EDD前期都是 有一定优势的 是 然后打野这边对位 其实也是造型 造型前期这 不太干了 太 随便打 太干了 难道其实是一个 前期也就非常非常弱的 他就是术四 对 术四 一旦 而且一旦这个节奏被打 打坏了 他就只能等第二轮 才能生死 来看一下这把 EDD会不会有打 入侵野军打 现在这个版本 南刀主流的 出装是 星石还是 可写那套 很少有人 他 我记得韩服 有一套怪玩法 但是那是中单南刀 就可雪加领动之灵 打半肉 对 然后再加一个 那个减速刀 然后他那个减速刀的存在 会一直触发领动之灵的 那个护盾 领动之灵 这个装备 出场去还挺低 挺低的 真的 没什么 试用的英雄 有点少 石头人 不是 看起来本来以为 很适合瑞兹 但结果发现 瑞兹王缅加领动之灵 这套 更厉害 什么上海都没有 就是这套太肉 就是纯肉 不太厉害 不厉害 石头人 你打不动我 我也打不动你 EDG还是有想法的 上来后 强势放眼以后 抓了一下 南刀鸿开的一个路线 但一般来说 南刀鸿开 速刺会慢很多 对 换野区 不 放个眼 当然能拆个眼 但这个时间点 进来放眼 基本上就是 拦开了 再拦下去了 因为他拦开是最舒服的 而且这把确实 鳄鱼打那儿 没那么好棒 其实能换血 换得很好 才能去抓 这个呢 还是 上来 上来一套 一套舒服的 对 这像我们刚才说的 出门厉害 对 而且毛绿确实这个对线 还可以 还可以 刚才见面的时候 就先把护盾 给A掉了 难道在 24A版本 刷六祖 基本上 三分 十 二 三 做好细节就刷完了 24B把W削了之后 会速度稍微慢一点 对 如果慢了 就说明他的细节有问题 他也没拉得很完美 就是他有几个W是 要给那边然后刮回来 我早知道 拉着野打 对 跟AP打野会相似一点 是 可以留意 这也算是 新的科目 科目算了 难道刷野 三分十三十四 刷完 这个弓 一级学的是 应该是没学技能 没学技能 对 没学技能 没有前面就 一了两下的 前面就出门 就对线一了两下 对吧 所以RG这边 看到他学了一之后 线压的是 稍微有点凶的 应该是挡 想挡 所以是普攻 他这样 以刷野路线来说 赵姓其实对 难道生四这一轮 是没有任何影响 但你让他第一轮 这么刷 刷得这么舒服 其实就比较头疼 然后前面 如果没想入侵的话 没什么好办法 主要在眼虚里边 生四以后的难道 打赵姓最大的一点是 我实际上打不过你 你也留不住我 你也留不住我 但其实在小组赛 Shadow是有一波 精彩的发挥 那波是抓 对位的一次IG 赵姓确实 前面可以打得很凶 他主要打难道 抓不透他 你摸不清他的哪里 绕过来 先点一个果实 这就是新版 对于打野来说 比较讨厌的 五组加一个合道界 是必升不了四 所以说 得刷满 对 能杀六组的 打野都不要吃香 对线上是好吃 因为打野会多刷一点 对 是的 更安逸一些了 稍微安逸一点 打得好 捡了一个火箭腰带 顺势睡到了 对 主要Q也在CD 对 蓝也不是很多 这葡萄没有压的很多 只是打得凶 只是打得凶 还比较难压吧 但看得出来 毛驴拿到左翼之后 确实打得自信了很多 对线对的很好 在换血方面 难道趁着刷野以后 出现的空鞋进去再放个 这波是想打一波 这波是一个算非常规的杠 但留不住 留不住 还是得回去先升级 还等一个马扎六继 对于IG来说 结构还是要等一下这个 马扎进六 不管是联动进野区也好 还是说 想直接踩脸 要拉扯 要拉扯 这个医生就是要拉扯 你进我退 进来可能破盾 想再拼一套 但有虫子 虫子把飞行给挡了 后面这个眼的位置 没看到男刀 非常罕见的一波 但是这波 你怒气很好呀 而且这是逆向来 硬来 想着当这个兵 存在位置有点极限 有点极限 对 你闪过去不能低线 对 而且 打不出来 你没操作好 可能要A塔 上来 A塔就很难受 你可以按下波浪键 是的 再点一下 难道这样浪费了很多刷野的时间 他这波的杠克路线 是逆着自己的野区来的 带着辅助 道谢 那前面第一波进攻 也没抓到 这个纳尔怒气很好 但是两个人鬼鬼祟祟绕过来的这个位置 正好是被这个真眼给看到了 对 军前面翻墙过来擦轮 这把还是比较和谐的 比较和谐 主要两边确实前期 其实可能更多的EDG的节奏点 反而还更多一点 毕竟赵信加左翼 难道其实这个时间段 有点找不到地方去 这样发育下去 对EDG是有好处的 但是现在马尔扎他到6了 要开始起节奏 还是要看一下 马尔扎进6以后 第一波节奏能不能起来 没起来 他EDG 中级会打得比较舒服 难道是什么意思 刀到了 正好撞到脸上了 这就是经验问题 再交参 其实这一波能算的 能算的 因为刚好在上面 是看到难道刷了下来 对 然后他一路刷下来的 其实这个时间点 下路是一个不太好换血 这还叫队友报信息吧 就从下路来说 自己去沟通出这种细节 是比较困难 是的 稍微有点小小的着急吧 主要这个急的是 闪现上去 对 他自己闪上去的 其实不用闪现 是不会死 就只有打个闪 确实 觉得自己有一手进化 想操作一下 那这样突然 马拉扎哈不在啊 这波硬打击 这波硬打击是 这波硬的状态的太好 主要是 哥击龙打人很痛 对 是 这波马拉扎哈有闪现 但是 而且薰这个状态 已经不太支持 他再打一波团了 他这样小龙要让出来了 动得稍微急了一点 嗯 两边弄单是因为 左一是先回的家 所以是先赶过来了 那二级鞋 方便自己拉扯 对 打很多医生 都是先出二级鞋 是的 哎 再点一下 看一下上波的replay 就突然一波 想凶一下 而且他这波也不是 能给两个罪名的机会 他就突然按凶一下 因为金克斯这波 还有这个进化和闪现 只能截掉罪名 闪现躲落的台 对 所以怎么算 他这波上都是 打不出太多东西的 就突然强势一波 硬强势 硬强势一波 直接出事 不过这波好处是 拿到龙了 确实 道理是 队友没接受呀 没有亏很多 好了 这个人头 不是金克斯的 反正这波 IG在峡谷先锋出的 战力很强 马扎有打 男刀有打 基本上是定谁谁死 这个人还没有发现 这个人来了 就是这波 直接一套上来 动弹不得 这波IG的节奏 也太强势了 被眼掉到了 掉了掉了 主要还是这个 前面路过了 三次左右这个眼吧 没有拍掉 是的 来 来 来 踩上去 这波是打得过的 那路气很好 旁边有兄弟 对 旁边有人 这波 他不是要被打闪线了吗 闪线过来 直接被拍到墙上 所以再拉飞行 推推帮直接带走 再捡一个闪线 那里也走不掉了 这波能换吗 换不了 DoubleQ 毛驴 毛驴 然后这边 马哈扎是没有推线过来的 左翼的miss应该是爆了 是 肯定是爆了 这意外 是不过是意外 因为是鳄鱼突然被打了 但结果应该是这样 就是把很多手打蚂 你都想卡他变身前的一瞬间 给他秒 给他秒了 男刀刚才是闪现像去 硬给了一个QA 然后想把被动打出来以后 看看能不能在他变身之前秒 但这波给他 送前了 而且薰是没有大的 没大 伤害确实差了一点 这波薰是不是在打先锋 然后被上单拉过来了 是的 先看一下第一波的节奏 狼头一开 直接定住 这波IG的设计是非常漂亮的 睁眼钓鱼 那上路这波 没有打先 再打再打 他主要是闪现了二段W 然后想打贴脸的一下Q 变身了 变身了 瞬间拍一下 而且要说个细节 24A开始难道有个 也不知道是机制还是小发子 可能是程序有问题 闪现贴脸A那一下 如果你点了两下Q 他是一定A不出AQ那一下 有机会A不出来吧 就一定A不出来 两下Q就一定A 一下 A一下就可以 如果他一着急 因为刚才他就是Q完A那一下 没A出来 TP 这不EDG也来一个四包 EDG也复刻一下 那儿的路径也很完美 很强 金克斯没有闪现 但是随时带走了 随时给动动之后 自己再闪现拉开 他这个闪是防止那儿墙上来硬 给他拍 对 而且这波越开 也是把自己的TP交过来防守了 但下路这个肚层还是要给力多吃一点 小吃一点 那儿的经济换一下ED的 嗯 EDG在经过第一轮失败以后 第二轮给出的这个整改办法 就是让中路拿到现权 确实打出效果了 对吧 左翼来手奥运了 他就一波顺势的换线来吃一下线 群这边其实刷野树上还都会点 哎呀 哎呦 江江 有点小难受 江住 还得等 他这个皮肚都瞎你了 EDG还是能够损吧 下条龙 这个是镜头 莫名其妙 黑了一下 莫名其妙 来自上马F6的报复 老强 上马他偷了三队F6 我帮他数着呢 记仇 F6也神奇了 这个真眼那么难排吗 现在应该是知道了 但他不想排 OK 跟队友说了 四四了 这里有一个真眼 我回家 然后照姓你过来排 算上那儿 这次五四了 但知道你把这个真眼看到了 我直接把我真眼换个位置排 我不给你排 下午先锋给到中路 下午又被证明定道 但是有进化的 有进化 而且夹子缓夹 随时第一波是想拉开 所以没有选择再勾一下 这下再勾的话 其实血量上会伤很多 但是来了 又是一波反包围 这是五包二 看一下 好像没有人能救他们了呀 难道先拉一下两段 落开起自己的大招以后 魅惑住 闪现过来后 感谢金克子送来的一发火箭 狼头跟上想接大招 瞎目的一速很快 没有续上 五包二杀一个 受伤的又是ADC 主要是来的人员太多 又交了一个TP 对 而且他这波下午先锋 已经用掉了 所以说不存在说 下路谁破塔的时候 如果这波又下午先锋 赢得一塔 转二塔 这个懒巴不也没能反掉 还是让赵兴给守下来了 少转 还是马AD吃经济 上单亏 两脖都是上单过来 打点东西 然后吃掉小龙 能拿一条小龙其实还好 对 鱷鱼挺难受的 那吃了两个肚神 想看这把是什么龙 又来了 又来了 今天龙魂都好暴躁 这个绿绿的家伙 怎么老是出现 你别说 这个龙魂 其实我想了一下 1DG会比较难受一些 因为 因为野区会被埋伏 是吧 马扎和锤石一吨 挺难受 但对于1DG来说 其实有没有这条龙魂 只要左翼睡到就好了 睡到就好了 对 还是对于1DG来说 这个血量 有机会追着打的 拉扯 拉扯一下 不清楚对面打也没有 没有试点 这波是男刀刷完龙 打完龙了 但这场来说 整体的薰的节奏 还是刷慢的 说实话刷慢的 刷慢的 男刀其实被 军事的情况下 被对面照性压刀 其实蛮少见 因为前面那波 去过上过吧 然后又被赶回去了 就那波其实落后了很多 而且因为 第二波F6的时间 其实他没有 没有掌握好 男刀在F6 其实也是看了一下 烏灯 少见 我怎么感觉 他是觉得 男刀发育不是很好 补一个炉灯 补掉输出 男刀发育好一点 他应该不会出这个的 大面锯的会多一点 对 对 好 可以抢 现在两边节奏 归于平静 还是一样 稳着来 稳着来 但是这个龙刷了之后 每条都要抢了 每条都要打 每条都要打 因为这龙基础 属性的还可以 还可以 对 5%的 伤前额外伤汗 对 是大于你的 难道 幽梦开起来 这一钩 有一下 没有命中 但是也得你的生命值 被对方低的时候 对 低的时候 给你更多的操作空间 打到现在 蚂蚱打 所以就不难受了 这波错过了 一波机会啊 R过来 如果瞬间吸住 男刀 搬墙开 还是必死 搬墙直接闪现 要闪现 要接个闪 就快死了 突然强势的一波 那儿 顶着他 进来 这波 打点状态 杀是杀不了 要变小 挺危险的 说实话 这个鱼如果想OE 还真说不好 他只要摊了一下 尽早出去 扫A两下是可以的 因为鱼的残血 把照性吸引了过来 在这边有一个针眼 能看到照性的一个位置 这玩法太难道了 盯着AD搞 这个玩法太难道了 还过来 草松里面找一下 下路的还是 TP去下路那波 路程亏太多了 这样的一线 他将两边互换了一套 那有个神分之后 是很好打预的 下波的二先锋 如果对于IG来说 先站住位置 这波团就很好打 因为有马尔扎哈的存在 同样一笔记也一样 他如果先站住位置 左移的存在 也会让他比较好打 就看一下两边兵线的处理 但听起来 现在左移不好推马扎的线了 这个中路的兵线 线权已经颠覆了 而且现在中路塔没了之后 也很容易被马扎神心吸的 左移是最怕中路 掉一塔的中单之一 就那种 很难受 破壳流法 破壳的英雄 都是还蛮怕 对 两边十个人 汇聚在一起 又开始卡住位置 IG 下路的就有点慢 IG进去吃线 难道在后方 现在看一下 想吸一下 但是吸不着 两边开始抢中路线了 现在IG愿者上钩 就等一个小朋友 有一个果子 果子看到了 飞行没有命中 抢线阶段有营业 抢线的速率还是不错的 而且更多的人包了过来 后清空业定直接打 想开团 正面定住两个 但是这个位置太远了 已经拉到了一个睡眠气泡 但这个位置 飞行打一泡以后 自己把人勾到了 这个位置出现 致命失误 终结了人头 让金克斯拿下 一滴机 铺设了十分钟的 这个小十几秒的兵线 直接被IG拿了下来 其实这波兵线 是在他们那边的 是的 然后包括中路 打了一波状态 虽然浪费了一个大招 但是可以先挤过去 吃这个先锋的 毛驴这两波 其实第一波 他就要死了 是的 十几秒的铺垫 最后还是让IG找到了机会 尤卡斯这个勾 其实挺到位的 小准 小准 而且这波顺带影响的 其实是霞虎先锋以后的小龙 这波掉的不只是一个霞虎先锋 还有下一波的主动拳 应该是想配合落开吧 但退得很快 这个挺快的 而且这个睡的位置有点深 这个位置刚好小兵被虫子卡住 是的 好气 这一勾正好吃到了回身 如果没有这个虫子 炮车就帮他挡了 经济差距丢丢 当然现在有霞虎先锋的IG 对于这波来说 还是有着兵线上的优势 看一下霞虎先锋要怎么利用 还是得看这个龙 TDD打团是能打 纳尔路去好的情况下 是真的可以接 纳尔加路还有一个造型 挺好发挥的打团 把线一推出去 现在就是要考验 所谓命中率的时候了 在找机会能够多摸一下奖 但这个拼命起跑也没有命中 小翔要变大了 而且这个地方IG的视野其实挺多的 而且薰的决策是先推兵线 先放霞虎先锋 给他们打 那应该是让了 但推一个奥塔 而且有机会能撞高地的 是的 整体回房的速度 而且小翔已经是属于变大的状态 等来到正面战场可能已经变小了 他要再来一下高地 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点不动 可以 一开始没有想守 后面觉得想守来不及了 他可以顺时转一下上 再转上 再转一下上 这个小龙换到的 其实是两个塔的经济 IG转了 如果能换到上塔的话 是IG转了 是的 EDG 其实哪能接受 能接受 你们纳尔现在去下毒 有机会能换到下一塔的 但这波一下把经济差拉开了 对 看中路塔能不能换回来吧 换回来吧 四个人 EDG是能接 但是欧菲流斯跟锤是已经过来了 连尼打得很凶 上来会直接把兵线刷掉 所以已经卡在了后方的位置 不太敢点了 军上来 先打一套 赵新顶刻上来 那这样两边 斯维斯应该是选择拉开 上路还在继续的待 IG只要正面不开 就是赚的 EDG又被拉扯了 被拉了 而且马尔扎要回来 得直接交踢啊 直接先回家补一下装备吗 感觉刚才那波是 到底都是有点怕了 嗯 想在这里蹲一下 但是有盾 有盾 没换到 那最终 EDG还是 在经济上还是亏了 但拿到小龙的EDG 其实能接受 是因为那也换掉了下一塔吧 对 那这波是在中途首线的 这一来一回 还记得DG拿了龙小钻戏了 是吗 我感觉 OK 但塔的经济这边的话 ID也吃了很多 对 因为DG 其实这个阵容 我觉得 做到过年 影响的是 之后在小 这个野区的视野拉扯 就是因为 外一塔没了 对 那容易被埋伏 赵新是第二件 直接出一个水银 也记得这边 马尔扎哈的一个大招 他被吸 对 还是得中叶两兄弟合体 是的 现在只有他 两个人有节奏 开始抓了 开始 前面是有一段时间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是的 所以节奏起了会慢一些 看一下 这里只要耐心的话 其实是有机会蹲一个的 但这波造型是出了一个水银 要蹲谁蹲走一 小水银在摸 被造出来了 下路线也没人 上面也没人 你们都去哪了 你俩只能在这了 局势僵住 两边现在又开始 新一轮的视野攻防战 估计还是等这条龙 还是等 还是等 EDG肯定是想等的 确实打到后面来说的话 EDG的保障更深一点 那毕竟左边南刀加鳄鱼 其实南刀这个英雄 你打到四件套的时候 用处就没那么大 主要他不肥 对吧 作用不大 你看现在他21分钟 还没出完自己的两件 你别看照星只有这一件霸 还是个水 他有用 而且他上去开船 可以给洛当一个位移 对 洛就喜欢 其实玩洛真的喜欢照星 打也是照星才很舒服 喜欢往前面冲 帮他拉一下 对给他当照板 他不是一直贴着你打的 没有前排的落 就是落 有前排的落 黄色散光 黄色散光 两边 现在经济插上来说 EDG又追回来了不少 而且实现了反潮 没有实现反潮 对 还是差个两天 对 刚好是两个塔吧 是 哎 这一补了一个营业出来 就这边尝试消耗一下 想先找Lukas动手 Lukas又闪 直接闪到这家F6坑里边 两边提前一分钟 又开始布局自己的这条小龙 嗯 压过来 同样的剧本 同样的抢中路线 但是又是你 河一被开到上来后 直接被开死了吗 没有开出自己的女生 鱷鱼顶进去以后 到他的伤害 直接跳死了 鱷鱷鱷鱼拉出来 被收集者带走 哇 这波是福来神长 一拍 一拍四个 但是小越级这边 还打不动 真的打不动了 打动了呀 最后一下 很惨烈的一波团战 远处一发 收集者又拿下人头 其实两个人 是不是要尝试人 有没有机会 尝试要大了 冒险了吧 红白刀 我看是左翼附 我时间挺快的 15秒 算了 保稳 那这波已经是转了 这波小翔 闪现拍拍四个吧 如来神长 全部推在这边 拍三个 让金特斯闪现掉 闪现躲掉了 对 这波一开始攻速挺好 那就有时候拍出金身了 看一下这里 鱷鱼先顶进去 银银炸的上来非常好 然后小翔这里 闪现拍 南刀躲掉了 然后小翔是 小叶技是没有被拍上墙 对 他没有拍上墙 人家进化截掉 很惨烈的一波团战 但整体这波小翔 立功了 直接拿下 还是因为鱷鱼一定都愿意 躺出了 就可以别人向动起 不然这波开团的时候 其实小翔 是一个空白的 A的太久了 他还要告进场的时候 变大了 放了听牌龙以后 IG选择在大龙区 先把视野布好 应该是已经看到了 小翔这个位置完全不虚 真的不虚 小翔 这个翔 这血量 加了半血 这个地方 位置很好 但没有闪现 会被马拉扎吸的 吸住就麻烦了 对 你别看他现在 其实all in还是可以秒 可以all in 主要还是有鳄鱼 鳄鱼给你破个血手 就炸了 是的 稳了一手 因为其实这个装备不差的 第二件出的也是巨杀 这波过去稍微好打了一些 看这种地形 如果一击有此 舒服的就左一了 大龙区给压力 皮波团直接把游戏反过来了 卡住这里 全是僵尸守卫 硬要说的话 感觉这把薰的难道节奏 没有把太好 前面断了一下吧 对断了一下 抓人也没逮到 觉得最下落都意外收获 发挥到自己特长的南刀 埋伏在了蓝区 中路想来试一下 但是皮弱也可以 对呀 先W一下 主要是有守护者 他伤害不够 对 这波是有皇冠的一个加速 对 南刀给的压力还是蛮重的 他一定得跟麻烦组 他现在一个人不够 要贴贴的 要贴一下的 就看在大出完 出十五之前 有没有机会 动作一转 小小小 就大了 哎 够啊 距离不果断呀 不果断 反正还是位置拉不上去 想冬这种感觉 要得强了 就一线 打不留 也没好 对 现在是有点急了 其实 已经开始找这种 电带的节奏 对 就感觉有机会就想上 主要打团 没那么好打 不是很大 上把其实开的可以 但左一 就如果开不出那个金身的话 很好 但金克思就能刷起被动了 然后局势就不一样 可能他们就不会卡在 那个爱口大 对 因为金克思能拉扯了 还是 那个金身改变了局势 秒表 秒表 那个小秒表 嗯 欧飞刘斯已经进入 三件套阶段了 现在 无尽摸出来 伤害不一样了 有机会接管比赛 你可以接管 因为其实IG这套阵容啊 金克思如果输出不了 欧飞刘斯的话 南刀其实很难单秒他的 然后有弱的存在 有照性的存在 南刀很难 然后自己见面两个前排 对 而且说实话 南刀这个装备啊 进去后 有弱的保护刺真不怕 对 有弱的话 你进去可能难道自己要死 这样26分钟 两边经济已经完全持平了 排这个守护者太克难道 因为这把 不用弱硬去打先手嘛 对 就 让左翼慢慢抽奖 对 左翼抽奖上野去 去 打扯一下 然后自己就是 看机会在进 又是一轮大龙事业的攻击战 真费钱 小龙还有两分钟 两边现在 敷了海量的睁眼 在上半区 进去 卢卡森在这里 抽一下 抽到一个招性 没什么为何 有用 有用了 有用了 但现在准备小翔去探了 小翔是出了一个小秒表的 散现息是不可取 看吸水 如果能吸到 厄菲流斯 感觉有机会试一下 而且这边有一个现眼 那肯定要胆达 能吸到肯定要上 是的 能吸到厄菲流斯 要操作一下 走一厄菲流斯吧 现在小翔 没办法出了个秒表 里面要上 但同样的 其实对IG来说 金克斯也有机会 拯救世界 对 还是得给他一个 好的攻击 就是全部人打一个嘛 是 你真的让他把这个 致命指头点满 然后给他一个被动 让他跑起来 一笔记也顶不住 来了 一笔记拍了拍大龙 直接动手 看一下 看到的IG在下落 打得出的很快 现在有眼的 已经开始阻击 而且这个真眼 但龙要被打死了 龙拿到 拍了个空大 但这边有意外 被控住以后 小翔应该是不怕的 落也跟了上来 整体的阵容上来说 一笔记且战且退 IG也追不得了 所以的气泡 稍微躲一下 路卡斯刚才一钩 没命中 想打断对面回收 直接吸住了 这边的北流斯 但一套伤害灯 秒掉 心反而自己死了 而且金和辞的输出环境 异常的差 只能狂动下后走 闪光来了 但是没有抬到 反正的一钩 把自己迈到了远点 EDG选择 放弃辅助 再点 再点 被睡到了 有进化 这波两波 只能点一个灯笼 先拉开了 AD虽然活了下来 但是刚才可以看到 欧飞流斯吸住 好像也没事 有点急 伤害差了 伤害差了 南刀真的单杀 杀不死 因为白手 又开了一下 落的两段衣的盾 守护者 顿过 南刀现在伤害真不够 他不够 他装备差了一些 差了一些 很肥的话 这两个一起走 如果难道 什么三件半 刚才两个人 应该都走了 那这条龙怎么办 这个龙是想 偷一下 但来不及 现在 IG面临到了 上把一滴机 同样的困扰 这把 一人一把 流回 一人一把 一人开心一把 一人开心一把 一人一只 赏金 是的 那可以冲了 那可以冲了 现在可以冲了 闪现过来 大沃普流斯 虽然是闪现过来 被伤害的 其实沃普流斯 是都没找的 是的 沃普流斯自己闪走了 之后就只剩 南刀一个人 再切他了 你脱表 跟着正宫 但 若我其实算宝 南刀太大 那一瞬间 被若魅惑在那原地 导致他一翻过去 的时候大收刀了 对 要不有那一下 说不定 因为还是因为金克斯 把现在最有输出 是金克斯 他A不到 太远了 薛很难受 他翻墙的一瞬间 受刀了 所以这个地形 其实也有点不太好 来 特意的飞行 如果这个装备 好像想出怨恨锁链 怨一下 怨一下 恨一下 可以接点任性 现在对于埃及来说 局势还是 比较难受的 主要是这个 轮魂的出现导致 他们打团 哪怕金克斯 找到了好的输出空间 开始变人 倒地再来打你 对 你很可能杀了一个 赵姓什么的英雄 然后你不敢过去了 对 你越不过这个坎 对 他原地复活 每个人死完以后 都是一个小夹子 他再来再打你几个 但是你不敢过去 最简单理解 就是现在EDG死了的 想找机会 找到了人 五打三的机会 留不住人 是最难受的 看一下开启榔头以后 想吸 吸住那儿 那儿应该是瞬间 要被秒的 可以卖 一年发的下去 下档的钱 给到了鳄鱼 起身还在再轮一套 我有个好的 放出起来后 再给点钱 把他杀了 那应该不行 我觉得还是 要么需要血量伤害 跟不能用造型 是吧 那不是送钱吗 就不能用双招 是吧 对 不能用双招 你上来还带赏金 那不是送钱吗 小给点 现在 虽然这个经济差距 只差两千 但对于EDG来说 他有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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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 造成命 战斗力都很好 这两个前排倒地 有战斗力的 而且 恶菲德斯还出了春歌甲 现在四天 他恶菲德斯 你是搞 搞不定了 这个男刀 看这个恶菲德斯 没有任何 秒不掉了 不 他冲进去 应该会死 左依自己身上 也有一个中压 现在男刀 要不然只能吸落 切落 真的只能切落 但落的现在 约合锁链也做出来了 其实也不脆的 对 男刀确实有这个B短 主要IG的控制链 没那么稳定 他先手很稳定 到后续控制链不稳定 你第一个控到人 其他人不一定能接上 对 夹子跟鳄鱼这种 都是不可控因素的 对 所以卡一下站位 如果他控制链比较稳定 或者他能续上鳄鱼 这层W控制链 他可以尝试秒左一 因为金歌斯手比较长 不好推 等一手远古龙终结 我突然想 远古龙打链金龙 好像都有机会 直接秒了 都有机会 拿着远古龙 倒地那个也可以 一下应该是 我说就是一边拿远古龙 我知道 对 应该都有机会 不有机会 不有机会 因为起身以后 他会一直减血 随便A一下 A一下就出发 就只能斩杀了 那你怎么过这个坎 这就要看IG自己的造法 远古龙之前 好像是可以跟你拼命的 可以拼命的 主要他现在顶不进去 顶进去 左翼会狂轰烂炸 你别说 第二把改变了思路以后 确实打得很有章法 是的 反正上一把因为盲血模式 你拿到中路没限权 对 对 这把是很有限权的 嗯 这个云硬顶 都捧了 上来又是一触即发的团战 哎 不对 这个赵星被打得很痛啊 只是打到这个地方 哦呦 这一炮 金哥哥火箭接下来 赵星的状态有点差了 但是卢登的这个 马尔扎 所以后续刀的伤害 不会那么痛 这边是刚出完三件套 想装一下 想装一下 把自己学手和进化全装美了 对 睡一 刚出来的学手 他这样兵线又被推了回去 IG又重新涨 他来了 有机会拼命了 这个兵线 有机会 还有一分半 先把上路的兵线推过去 顺便拿一个塔的赏金 现在局势变得白热化了起来 怎么就卡了呢 小夕小夕 走出来两分钟 他前还是不敢的 主要那一勾没勾到 踏身而过 哪好痛啊 注意到 快走 点个大龙 不过 大龙先出 是的 大龙先出 我们欧应大龙 但欧应大龙对于IG来说 是不太好凹的 凹不太多 中线将被站住之后 一分钟 那这样ETG又重新把线权夺了 对 因为是辅助 也是晚出来 对 IG这边 这事也是做不了了 对面也会先打的 IG的决策 看一下是如何的 不太想放这个大龙 想让那里去拼个他 想让区 去拼个命 所以就在等了 有直言 是帮个视野 来了 闪现赚强了 而正面的战场被开住以后 世界被秒垂时 马上接连倒下 闪现过来 再来一下 小强想拼 伤害 好像真的有点拼不过的 极限的 以下 一炮是带走了一个复活架吧 应该是 有点干活 江江这一炮 应正了 难道确实打比赛不是很好 杀不起来 不好杀起来 有风险 有风险 主要前期节奏得特别的好 对 而这把中路又是一个马尔扎哈 又有连斗我的时候那种艾克 对吧 就Rank很火 但比赛没什么人 大龙全部龙 炼金龙魂 全部聚集在身上了 这个三龙魂了 三龙魂顶不住 真的有点难听 这比双龙可怕多了 这个闪现 好像这个闪现是有机会 着急了一点 马尔扎他这个大 是一个马尔 荒不责大 看一下吧 正面战场五个人顶了上来 三龙魂最强一季集合 应该是想all in到底了 对埃及来说 现在局势应该是很难有突破点了 顶上来 赵新的雪亮 下了一半 一滴机选择了最为稳错的方式 隧道一个超人距离的隧道 哎呦 刚好姐 对 人性高 比较远 而且他应该是点了一个人性 从中路到下路的一个位置 正好 那回家买个复活 距离太远了 有复活甲的那儿 TP过来下路 得冲吧 一滴姐 这波三龙 其实冲场是可以的 可以随意开火 选择最稳妥的 慢慢来 因为没以前机会 被这个狂蜂躲了下来 反正这波三龙肯定要终结比赛的呀 是的 捡了一个狂蜂的左翼 现在斩下线也就比较高了 看一下 拉飞胸 一炮推推爆 直接带走 机身 残喘 再吃 但是被拍了回来 瞬间被秒掉 而且这一吸也没跑下去 不是再喷一口 那要恭喜一滴机 翻回比分 难道还试图把兵线卡住 但是没办法 左翼已经保住了兵线 而须逃跑的地方 已经不是家了 正面一滴机 只要点基地就行了 恭喜一滴机 翻回比分 这一滴机 以同样的运营 还以颜色 爱奇也是尝到了这个 炼金龙魂的苦 一人一条 一人一条